男人朝路边吐了一口痰 不料女孩刚好经过 这口老痰落在了她的身上 男人毫无察觉地继续往前走 下一秒就被女孩吏声喝住 男人本不想理会 但毕竟有错在先 便抬手去清理 却被敏感的女孩一把推开 男人不明所以 于是用袖子包住手 再次伸手去擦 结果女孩当场给了她一眼光 此举彻底激怒了男人 身为街头混混的她 绝非擅长 一记重拳落在了女孩脸上 女孩应声而倒 直接晕了过去 几分钟之后 女孩苏醒了过来 看见混混坐在马路牙子上 她竟然没走 想起那记重拳 女孩怒目圆瞪 恶狠狠盯着眼前这个暴力的男人 混混对女孩说 衣服已经弄干净 可以滚回家了 谁知女孩丝毫不怂 一口吐沫吐在了她的脸上 算是对她的回礼 混混强忍住怒火没有发作 抹了一下脸后 默默地把女孩扶了起来 看着她被自己打伤的嘴角 混混感到一丝愧疚 原本收入就不多的她 不仅赔给了对方医药费 甚至还给她买了啤酒和零食 两人坐在马路边闲聊 可每句必带骂人的话 他们就像是一对冤家路窄的仇人 恨不得怼死对方 女孩骂男人是个疯子 男人则认为她是个女流氓 一点也不像一个高三的学生 女孩拿出手机 想留下男人的联系方式 说一次医药费可不够 以后也要找她算账 谁知男人没有手机 只给了一个传呼机号码 由此遭到女孩的无情嘲笑 大叔你也太落后了 这次意外的经历虽然并不愉快 但却在这两位受惠边缘人物的心里 留下了一丝特别的倾诉 两人分别之后 男人就去上班了 他叫向勋 是一家催债公司的头号打手 暴力的手段 凶残的打法 让他所向披靡 只要他出马 就没有收不回的债 老板既看中他 也忌惮他三分 他常劝向勋 暴力只可以用在赖账的人身上 对小弟们还是得收着点 但向勋还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暴脾气 失去理智的时候 小弟们没少遭养 导致他的人际关系也非常紧张 这为他的悲惨结局 埋下了隐患 向勋身体里的暴力种子 是儿时重些的 他的童年 可以用破碎和悲惨来形容 向勋的爸爸是个家暴男 动不动就把妻子往死里打 给年幼的向勋和妹妹 留下了深刻的阴影 忍让和沉默 让爸爸的暴力变本加厉 这天 爸爸又发疯似的对妈妈拳脚相加 只见他拽住对方的头发 拖进里屋 可想而知 等待妈妈的是怎样一顿毒打 似乎这样 爸爸还不解气 冲出来 拿了一把刀后 迅速的返回房间 一旁在旁边哭喊的妹妹 再也忍受不了了 护母亲切的他 跑进里屋 试图阻止施暴的父亲 而小向勋恐惧万分的 蜷缩在角落 他喊着让妹妹别进去 却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里面突然没了动静 等向勋推开房门 看到妹妹已经倒在地上 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 持刀的父亲愣在原地 还没有缓过神来 向勋急忙背着妹妹往医院赶 心急如焚的母亲 从后面跟了过来 不料却被一辆 急迟而来的汽车撞倒 就这样向勋一夜之间 失去了两个至亲 父亲也得到了法律的惩罚 被判15年 向勋成了孤儿 独自品尝生活的酸甜苦辣 也逐渐变成了一个浑身是刺 搭起架来不要命的街头混混 15年来 他对父亲的恨从没减少 听闻他最近出狱了 向勋准备用自己的方式 继续惩罚他 父亲蹲了15年大牢 儿子送给他的出狱大礼 竟是一顿暴打 先一脚把他踹翻在地 接着不断用脚踢 这还不解恨 干脆骑在他的身上 拳头巴掌轮番招呼 儿子一边打一边大声地辱骂父亲 害死母亲和妹妹的他 应该去死 父亲没有力气反抗 也不想反抗 被儿子教训是自食其果 他认 他现在唯一的安慰 就是去前妻女儿那 陪小孙子一起玩 所以小男孩算是向勋的外甥 除了父亲 同父异母的姐姐和这个小外甥 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亲人 不善表达的他 会用自己的方式照顾家人 那就是每次发工资后 都会把钱塞给外甥 再让他转交给姐姐 有时 姐姐想留向勋吃饭 他从不答应 生性冷酷的他 不习惯温馨的家庭聚餐 但最近因为女孩 严犀的出现 让他这种 居然于千里之外的性格 有所改变 原来 自从上次两人不打不相识之后 他们经常约出来 见面喝酒 虽然言语上 依然是谁也不饶谁 但向勋感觉自己烂泥一般的生活 渐渐不那么窒息了 某天 外甥因为没有爸爸 被同学嘲笑 向勋不仅假装成 他的爸爸替他解围 还带他去买 心心念念的游戏机 顺便约颜西出来逛街 他们像一家三口那样 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 向勋注意到 颜西虽然表面和自己一样 一点就炸 但他实际上 也是一个有着开朗 笑容的纯真少女 可阳光之下 还有黑暗 颜西的生活不比他好到哪里去 家里有个曾经参加过越战 导致现在精神有点不正常的老爹 颜西不仅要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 还得忍受他发病式的无理取闹 明明母亲已经早早去世了 父亲却一个劲的念叨 妻子去哪了 而后妄想症爆发 开始破口大骂 抱怨妻子不守父导 转头又把怒火转到女儿的头上 突然掀饭桌 已经是常规操作了 更令人窒息的是 颜西还有一个不务正业 整天只知道找他要钱的弟弟 家里的存折由颜西保管 大大小小的事都要他来做主 然而弟弟不仅不帮姐姐分担重任 还在要不到钱的时候 直接上手揍他 而颜西只能爆发出一声无力的怒吼 什么都改变不了 有着这样一个特殊的原生家庭 颜西在学校里也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每次向薰喊他出去 即使翘课他也会赋予 今天他们逛完街回来 向薰把熟睡的外甥安顿好 颜西亲密的摸了摸男孩的脸 尽显温柔 向薰在一旁看到之后 心中不禁泛起了一丝暖衣 就在这时 姐姐下班回来 对眼前的这一幕感到意外 姐姐不认识颜西 没想到她站起来主动说 自己是向薰的女朋友 向薰听到之后都震惊了 但也懒得反驳 姐姐执意留他们吃饭 本来向薰准备和之前一样 直接走人 但这次向薰却拗不过颜西 最终还是吃了这顿饭 在颜西的陪伴之下 屹立在向薰心中那堵厚厚的墙 仿佛有了一丝瓦解的裂痕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 却永远改变了这两个人的命运 儿子冲进屋里 准备暴打父亲一顿泄愤 却发现他在家割腕自杀了 儿子瞬间慌了 背起父亲就往医院跑 一边跑一边着急的哭喊叫骂 赶到医院之后 医生立马展开抢救 向薰撸起袖子揪住医生的领口 狂暴地命令他 抽自己的血给父亲输血 医护人员好不容易才把他拉出抢救室 向薰发出振振的嘶吼 此刻的他痛苦又绝望 虽然无比痛恨父亲 但如果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向薰于心不忍 对他也恨不起来了 甚至还很害怕他真的死掉 毕竟对方是他的亲生父亲 抢救完后 心情跌到谷底的向薰把颜希叫了出来 夜色中两人坐在江边 颜希注意到向薰的情绪非常低落 但他也不是那种很会安慰人的女孩 他能做的就是此时此刻陪在男人的身边 颜希一如往常地故作坚强地笑着 没想到向薰直接躺下来 靠在了他的腿上 还没等颜希反应过来 他就听到了一阵油弱到强的啜气声 这个平日里暴怒无常的男人 竟在此刻毫无防备地暴露出了脆弱的一面 而他隐忍克制的哭声 也让颜希不禁想到了自己的伤心事 他也忍不住流下委屈的眼泪 谁又不是身陷泥潭苦苦挣扎呢 最后两人抱头痛哭互相慰藉 不知不觉他们的关系又进了一大步 另一边父亲被救回来 此后向薰再也没有去找过他 虽然已经放下了仇恨 但他对父亲也爱不起来 所以也就没有见面的必要了 同时在和颜希的相处中 向薰逐渐变得柔和 甚至开始对未来有了些许期望 以前他把所有的愤怒都宣泄在别人的身上 过着破罐子破摔的生活 现在他有了好好生活的打算 于是向薰决定辞职 不干催债这行 老板虽然不愿意放他走 但也了解他的为人 于是仗义地表示 干完这单 自己也转行 开个烤肉店算了 本来催债公司就不是他真正想做的 细心的老板还发现 最近向薰变了 变得比之前柔和了一些 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只听向薰说 回头介绍一个人给他认识 然而暴力的种子一旦埋下 就不会按照人的意愿 停止截恶果 原本向薰只要收回最后一笔债 就能彻底摆脱这种生活 但他不知道 自己即将面对的是怎样的下场 今天和他一起收债的是 最近刚来不久的小弟 此前只和向薰合作过三次 但对他来说 每一次都是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折磨 因为他年轻且怂 相信你们也认出来了 此人正是只会在窝里横的 言析的弟弟 不过向薰和他互相不知道 彼此和言析的关系 看到向薰工作时的暴虐无度 小弟已经被吓傻了 全程愣在原地 不知所措 这让脾气暴躁的向薰大为光火 收完债 立马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 一边大骂他是个废物 一边耳光拳脚劈头盖脸的招呼 小弟郁闷至极 但又不敢反抗 只有在收到老板赏的报酬时 心里才稍稍好受了一点 有了前两次教训 这次向薰没让他动手 他就直接冲过去 将欠债人先暴揍一顿再说 没想到 却被向薰力声嚇住 不仅如此 向薰还责怪他停手停慢了 这让小弟彻底混乱了 原来 向薰进门就看到 这家有对小兄妹 这让他想起了 小时候自己和妹妹 欠债人看到他们之后 急忙让孩子躲进里屋 当小弟狂揍他时 兄妹俩跑出来哭喊着阻止 像极了当年 向薰父亲家暴式的场景 向薰动了侧隐之心 命令小弟立刻停手 可惜 欠债的不会对向薰心软 趁他转身离开的时候 拿铁搞狠狠地 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 向薰无力反击 因为他已经和颜希约好 今天早点收工 去外甥幼儿园 看他的文艺表演 姐姐和老板也会到场 脑袋没有流血 向薰本以为没有大碍 结果半路 却疯狂地开始流鼻血 向薰转头 找小弟要卫生纸 小弟胡乱地摸索了一番 下一秒 却掏出了那把铁搞 朝着向薰扑了过去 小弟彻底发狂 把对向薰的积怨和愤恨 通过这把尖锐的铁搞 一股脑 全都发泄在了这个人身上 他怎么也接受不了 以前自己因为龟毛被狠揍 打人的这位 现在却性情大变的装佛祖 就这样一下接着一下 向薰倒在了血泊之中 完全丧失了行动力 小弟拿走钱包落荒而逃 而幼儿园门口 姐姐老板和颜希 都在等待着向薰归来 却迟迟不见他的身影 此刻他浑身是血地 躺在乡间的破墙底下 奄奄一息 他多么希望能有个人经过 可以带他去和颜希约好的幼儿园门口 但他却没有一丝力气 夕阳西下 向薰永远地沉睡过去 得知死讯的众人赶到医院 老板和姐姐悲痛欲绝 对着向薰的尸体嚎啕大哭 颜希自然也伤心地无以复驾 眼泪早已像决堤的洪水般 倾泻而出 几个月后 颜希走在街上 对面一帮混混在打杂路边摊 他竟然看到了一个无比熟悉的身影 正是变得越来越暴力的弟弟 颜希震惊了 他从没想过 弟弟赚的钱都是这样来的 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 颜希悲哀地望着弟弟 莫名地涌出了一种无力的宿命感 而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绿头苍蝇 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 通过它我们看到 暴力的延续性极高 为了中断暴力的轮回 也为了身边人的身心健康 我们应该远离暴力 从自己做起